捕获一头重达800多斤的麋鹿需要几步 答案是三步就够了 第一步模仿熊鹿的叫声 第二步把自己当成熊鹿 不断用脚摩擦树木发出声音 第三步将吃醋的熊鹿吸引来后 瞄准射击 头鹿应声而倒 这应该是第一头为了爱情 献出生命的麋鹿 男人名叫卷毛哥 他生活在阿拉斯加布鲁克斯山脉 费尔班克斯往北320千米的地方 这里荒芜人烟 方圆百里只有他一人 最近的公路都在96千米外 他之所以来到这里 说白了就是相中这里的资源了 采集 打猎 捕鱼 他喜欢这样随心所欲的生活 这头麋鹿是他跟踪五天才发现的 好在一切都是值得的 即使没有其他食物 这头麋鹿也足够 他吃六个月了 比起在商店买肉 他更喜欢自己猎 他喜欢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接下来就得赶紧处理鹿肉了 不然会很快变质 特别是内脏 胸腔内体温过高 变质的速度更快 在处理前 他要看些云山树 做架子 用来放处理好的鹿肉 紧接着从鹿腿开始 一点点向上切割 卷毛哥对此轻车熟路 没一会儿就将皮包了下来 然后将分割好的肉放在架子上 傍晚将制 为了不让肉变质 也为了不让灰熊闻到味道 它必须得抓紧时间 所以他先将内脏 以及脂肪部分拿出来放好 随着夜晚温度的降低 这些肉会快速冷却 其余不好吃 也没啥营养的部位 就放在原地 留给其他动物 至此处理鹿肉的工作完成 只是他现在还无法带走 只能祈祷不要被灰熊发现 如果灰熊来了 一夜之间就会吃光光 隔天一早 卷毛哥就划着独木舟 向猎母出发 他大概要划两千米 到了目的地后 他会将鹿肉分成十一份 来回十一趟 共计四千八百米 才能运到湖边 然后再用独木舟分两次 将所有鹿肉运回营地 靠近岸边后 卷发哥小心翼翼地观察灌木丛 他怕鹿肉的味道 会引来灰熊或者狼欢 不幸的是 灌木丛很茂密 他只能下床观察 卷毛哥带上托运猎物的雪橇 谨慎地在灌木丛中行走 熊的嗅觉很灵敏 它们隔很远 就能闻到迷鹿的味道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除了几只乌鸦 并没有其他动物发现鹿肉 卷毛哥用油布包裹鹿肉 一趟趟运输 在这过程中 为了防止灰熊偷袭 他得随身携带枪支 将鹿头放在独木舟上后 卷毛哥终于松了口气 这回再也不用担心 被灰熊偷袭了 现在只需要安全到家就行 可湖水并没有给他面子 风浪越来越大 他只能沿着岸边画 一段时间后 总算有情无险地顺利到达 他将所有肉 放在家里的架子上 看着鲜嫩多汁的鹿肉 卷毛哥迫不及待地 像要吃鹿鼻子 光是想想都要流口水 但他还得接着工作 为了防止被灰熊偷家 他准备将鹿肉 全挂在六米的高空上 首先要给架子 系上挂肉的绳子 其实更重要的是 邻居都离得很远 一旦他被困在上面 或者摔了一跤 就只能等着领盒饭了 由于鹿肉很重 所以他放上几个轮子 这样方便悬挂 一切准备就绪后 卷毛哥开始悬挂第一块肉 可能是肉太重 又或者是温度越来越低 卷毛哥手脚不太灵活 第一块肉不慎掉了下去 不过还好掉下去的不是它 总结经验教训后 卷毛哥继续悬挂 幸运的是 接下来几块肉都很顺利 最后再将鹿头挂上去 就大功告成了 这些肉可以挂以冬天 不会变质 也不会被偷吃 辛苦一星期 换来六个月的食物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这就是卷毛哥向往的生活 没有老板 没有早就晚午 而且还不用和别人打交道 想要什么 自己去获取 每天的生活 都是多姿多彩的 唯一的缺点 就是没有邻居 过年想相亲 都没人给介绍 如果是你 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 欢迎留言